土耳其国会30号通过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 也就是芬兰的申请已经获得了北约30个成员国全数点头答应 芬兰最快下周将成为北约的第31个成员国 我们也在中国最大的国家和国家里的国家和国家里的幸福 土耳其国会30号无意义通过芬兰的北约入会申请 成为最后一个批准芬兰入会的北约成员国 匈牙利国会之前也通过了芬兰的入会申请案 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推文表示欢迎 说这会让北约更强更安全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推文感谢 但也说期待能看到瑞典尽快加入 去年俄国入侵乌克兰后 芬兰跟瑞典放弃常年的中立申请加入北约 在完成几项技术性程序后 芬兰最快下周就能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 但瑞典可能还得再等等 土耳其总统艾尔段尚未同意瑞典加入北约 他长期以来指控瑞典窝藏库德族武装分子 跟2016年政变的涉案人 吴连哲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